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很高興這麼多人就是一起來參加我們 網路治理與蘇維茲議程 那 搭造這個議程是完全沒有技術性的 只是 可是Costco的唯一是全無技術的 我們講政策 那希望Costco的接下來就是 也可以每年都有政策相關的議程 那接下來我們歡迎 從台經院的映竹來為大家介紹 生活中常見的網路治理議題 那這只有10分鐘 各位大家早安 我的聲音這樣你們聽得清楚嗎 對 你們常被人家抱怨我聲音才小聲 因為其實我只有10分鐘 我當然很簡單就講說 其實很多人聽到網路治理 他們第一個想要 對一定是跟政策有關 第二個 既然跟政策有關 那好像不干我的事 第三個就是 反正跟政策有關 我又不是治理圈的人 所以我也不會去參與 那樣的討論 或是說 跟政府有關的事情 反正政府就是爛了 就是不要跟他們合作 好 那其實我們生活中有很多的 相關的議題 那這是 我覺得是可以在這邊 稍微的跟大家提一下 我想說希望這樣子 明年的時候 TWIJF也有很多人來參與 因為他不是只有講政策 他也包含講生活 那也包含講技術 那這張可能之前 Vincent可能在剛才的那個議題 你有講過 那我稍微更新了一下 就是說目前網路治理 都有這些議題 那你能看到左手邊 就是我 要靠近我這張圖 他是用一個圖像的方式去建設 關於比較 讓你記得說哪一個階層 是跟網路治理有關 那HostCup他的技術階層 其實是比較多 那蠻多 像是在 Siber Security這邊 那會有比較多的技術議題 所以你在 APNIC 好我假設各位 剛才已經知道 什麼是APNIC 或是MRM 因為剛才Vincent都講過了 那這些團體 他們就可能就會 比較多用在Siber Security這邊 那其實 今年還有一個很熱門的東西 叫做Data Protection 尤其是在 在Facebook跟劍橋分析 這件事情以後 大家就非常的關注這件事情 我可以大概講的狀況 就是今年的IGEF跟API iGEF 有出現的情形 就是大家在鼓勵提案的時候 都沒有任何人要提案 然後講的議題 範圍也非常的少 但是當Facebook的事件爆發之後 所有的提案都是跟Data Protection 有關 就是說跟你的資料保護 還有你的資安 或者說一些技術上面的討論 大家會往這個方面去講 但是比較少人會去講說 關於公司治理 或是資料治理這一方面的議題 那這個是比較缺 在這個領域圈裡面是比較缺乏的 好 那我大概 這是我自己統計的 就是這2018年 統計到8月6號的台灣網路事件的分析 我依照剛才那張表去 自己去抓新聞來做統計 那其實我很希望把這份資料表公開 讓大家去輸入 但是我還沒有找到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 讓大家去覺得說 這新聞是什麼樣的議題類別 所以我只能先單方面自己去搜尋 那這樣看起來其實台灣大部分 或者說我自己比較注重在商務這邊的議題 那其他其實今年還有蠻多 包括文字或是語言 那還有一些女性的 女性的一些個人隱私還有保護 還有網路言論 那這些就是 其實在越後期裡 就是你當你攝入越深的時候 你不會發現說 其實真的這件事情都跟網路治理有關 那這個東西我不知道還有沒有多少 你記得就是在六、七月之前 就是關於台灣網路的相關新聞 那這一些其實大家可能都聽過 然後也可能注意過 但是沒有想到說它跟網路治理有關 如果稍微不是那麼清楚 它有我自己簡單的分類一下 其實這些議題都是錯綜複雜的 它不會只有單一的屬性 所以這時候為什麼我們要講 東方厲害的關係 因為它可能涉及了不同的領域 包括說像第八點 它有說Wi-Fi它有新的標準 那這可能是技術類的 那可能也跟資訊安全 網路安全有關 那也有跟技術標準有關 那這個時候可能就是政府要下來 跟民眾一起面對面的去談 那另外還有就是說 大家之前那個499上網就是排隊 就是排得很兇很誇張 那有員工很昏倒 但是如果追根究底 如果在網路治理這一段的話 可能就是說到底誰是第一個做這件事情 然後造成其他家的那麼大的壓力 那我第一次在另外一個場合講到關於保護的時候 就有一個人問我說 那你覺得花果卡這件事情 你知道它在洩漏台中民眾的個資 那我說這個有沒有洩漏 其實我們沒有實際的證據 但是如果可以的話 是不是在花果卡的在製作過程裡面 台中市政府他就可以跟民眾跟廠商 坐下來好好地去談 那其實在這個多方利害關係的裡面 剛才Vincent也有提到說 我們的數位政委其實有在做 有在做這類的事情 那我會覺得說 多方利害關係人在台灣不是沒有做 但是他在運作的方式 可能不是大家形象的那個樣子 或者說大家認為的那個樣子 但是方法有很多種 那重要的是說 我們每一個利害關係人 他都能夠坐在一起 好好的對等的去談 那樣而且是在一個同樣目的的架構下去 講這件事情才不會說太過拔散 然後造成沒有結果 因為其實到後來只有台中市政府 他說沒有貢獻 但是相對你可以想看其他的市民卡 他如果在跟其他廠商合作的時候 有沒有跟大家說 你今天辦的這張市民卡 或者說數位的市民卡 那我今天台中或是新北市政府 或是台南市政府 我要跟其他的第三方合作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同意授權給這些市政府的人員 說萬一你可以把我的資料移轉過去 這件事情我覺得都需要好好地去討論一下 那這個是 因為我昨天 應該說今天早上 也被扣起來聯絡了 所以我順便把這張也做進去 關於這個 我好像按錯了 好這個是 那個 今年在 其他就是說國外 甚至是世界性的這些相關的新聞 那我想有大概找一下 除了Facebook跟GDPR在台灣比較出名之外 還有最近比較有名的像 騰訊的那個 雲儲存讓人家的資料完全失了 那其實像歐盟的新的諸位權法 他也是在大家在網上就是很積極地在討論事情 那像第11條 其實這個在台灣 11條跟第13條我想 比較有在注意這個議題的人應該會想過 其實台灣好像有發生過類似的事情 就是我今天如果使用這個新聞 新聞台的新聞或是我引用了哪個部落格的文章 我就要付授權費給這些人 對於作者來說 他們都是滿希望有這樣的結果 但是對於網路的使用來說 他可能會造成資訊無法擴散 那就違背了那些網路大神們 他們當初創造網路的時候 就是希望資訊能夠擴散 然後縮減資訊落差 因為變成說你必須要有錢 才能夠去買這些資訊 但對於比較弱勢的人來說 他們就沒有機會去接觸到這些資訊 所以這個有非常大的爭議性 那這條新著作權法在審的時候 其實國外滿多的這些單位 他們都替除抗議甚至連署 那最後這條好像 諸位權法好像還是沒有過 但是還是在討論中 那最近比較有名就是 新加坡的那個150萬筆的健保資料庫 被外郵出去 那包括他們的總理的個人資料 也整個出去了 其實台灣的健保資料庫 他現在在做所謂的My Data 那My Data跟所謂的健康存折這件事情 我不反對他們做這件事 但是我們台灣使用者的教育 有沒有到達說我可以保護我的資料的外洩 也許在場的每個人都知道 怎麼樣保護自己的個人資料 但是對於長輩或是在年紀輕一點的小孩子 他們知不知道怎麼樣去保護自己的個人資料 那接下來六到九其實就是最近發生的 新加坡家的網路相關新聞 那比較特別的一點就是說 其實在台灣你可能比較少會去注意到 亞洲其他國家的新聞 因為我們可能是要自己去搜尋 或是說自己去結尋 才會知道說亞洲或是其他國家發生了是不是 那其實這一點也相關了訊息的流通 那他其實也是在文物治理的範圍裡面 那你要怎麼樣讓新聞可以自由的流通 這都是在台灣的議題 好 那關於未來 關於未來的時候其實蠻多人都會覺得說 區塊鏈就是我們未來的一切的回憶解 你是嗎 我覺得這可以討論一下 那去年年初大概三月的時候 我遇到Non-type Scott 那我們大概聊了一下 那其實我主要是要跟他請教 關於數位經濟的一些資訊 但他這樣跟我說 他就是說 現在你生活裡面什麼東西 都是臉上的都跟網路有關 那個就是數位經濟的 我們不需要再討論他 那以他的角度來說 他會認為區塊鏈就是未來的唯一解決 任何東西都可以在區塊鏈上面 那那個時候跟現在有沒有差異 我覺得大家可以觀察一下 因為畢竟這個東西進步的速度非常的快 那之前他也發他們的研究中心 也發布了一篇報告是關於 他裡面有提到就是說 目前是關於加幣貨幣 或者說數位貨幣這東西 確保對方利害關係的討論模式 因為政府在制定監管政策的時候 他可能就是很單方面的去做監管 那其實台灣很喜歡講數位轉型 然後等大概講了三四年兩三年就好 但是對於有些廠商來說 他覺得我從第一步到第二步我就很滿意 那我真的要做到誰的第四步嗎 那如果依照第四次工業革命那本書裡面來說的話 其實所謂第四次工業革命 他並不是說整個的轉變 而是說他是給準備好的人 那什麼是未來最重要的 這我本來想要跟現場大家互動一下 不過時間好像不太夠 所以就算了 那最後一句是 上次在DF裡面聽到 就是說資料成立被人家說是石油 但是在未來信任會是黃金 這個我相信 因為其實區塊鏈最基本最原本就是在解決信任的問題 好最後一張他其實是一個廣告就是 這接下來相關的網路治理的會議的日程 那接下來就是萬納獨一要舉辦API券 那大家可以從線上參與 然後APEC Hotel 58在台灣舉辦 我覺得這是很難得的事情 那其他東西 因為我的簡報會給主辦單位 所以你們都可以從這個連結上面去看看相關資料 好謝謝 我們謝謝 我們謝謝英竹為我們介紹網路治理的這些相關議題 那我們下次會請他講30分鐘 比較夠講 那我們 那接下來是TWNIC的一個論壇 我們一樣休息5分鐘 11點 11點10分的時候 再開始 1個發行好 2個發行好